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极度说求 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辽宁南兰 那么辽宁南兰在刚刚过去这场CBA联赛当中是战胜了北京手高,完成了复仇 在最近的五场比赛当中取得了五连胜的成绩 尽管说在第二阶段开始之后,在首场比赛 由于是第二阶段的第一场比赛 而且辽宁南兰有多名国手 是因为国家队的比赛并没有参与到球队的训练当中 所以杨明当时是采用了很多的一些替补的队员 去与北京手高来对抗,结果是大比分输掉了那场比赛 但是在那场比赛之后,全员齐整的辽宁南兰就再也没有给过对手任何获胜的机会 那么本场比赛再次面对一个相同的对手 那么实力更强的辽宁南兰战胜北京手高也是一个非常正确的事情 那么在这个五连胜的过程当中 其实整个球队保持的稳定性还是非常好的 重要的不是说分差到最后辽宁赢了多少分 而是在这五场比赛当中,辽宁队基本上没有出现过说大比分落后的情况 甚至很多比赛都是从一开始就领先一直到结束 都是一个样子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我们说辽宁南兰这样的一个比赛控制力 是让人感觉到比较恐怖的 这是一个冠军应该有的气势 但是在这五连胜的过程当中 有一名小将 他的一个整体的发挥或者说所得的机会来看的话 基本上要已经调出辽宁南兰的正常阵容了 这没想象的事情呢 就是在昨天刚刚过了自己生日的周俊成 可以说本场比赛再次没有得到上场机会的周俊成 对于他来说几乎是一个晴天霹雳霸的打击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本场比赛是他过完生日后的第一场比赛 按说再怎么着杨明都得给这个小家点面子 让他上来哪怕打个一两分钟 对吧 意思意思一下 但是最近五场比赛总共周俊成只打过一场比赛 其实只打了两分钟 没有任何的一个贡献 只是抢到了一个篮板球而已 所以通过这样的一个举动也可以看得出来 杨明已经是准备收网了 准备将自己最终要冲击季后赛的十二人大名单 开始缩紧就练这些球员 而这其中应该不会有周俊成的名字了 可以说在第一线上的话 周俊成还是得到了不少的机会的 一方面福哥来的比较晚 另一方面的话 郭艾伦啊 赵基伟啊 相对因为各种各样的伤病 或者说是赛场的问题 都有过缺席比赛的情况 这让周俊成有了一定的比赛机会 那么在第一阶段的场均出场时间 是高达16分钟的 那这样的一个出场时间和出场次数 他每场比赛都会出场 可以说是给了他很多的锻炼机会 但是周俊成可能第一阶段的比赛 并没有能够打动扬名 对于周俊成来说 他的比赛态度没有问题 再加上身高体重啊 去防一个对手的一二号位的后卫 也是可以的 但是他的防守经验和防守技术相对比较一般 使得他的防守效果 与人们的预期并不是很大 而扣除防守之后 周俊成在组织和进攻方面 能够给到辽宁队的帮助 其实是几乎是略胜于无的 那么以他的这种能力和队内地位 他不可能作为一个持球大核心来打 只能够当一个射手来 但是作为一个三分球的射手 一方面他能够面中率不是很稳定 只有32% 而另一方面产出确实太低了 都得不到太多的机会 他不是一个空间跑卫型的射手 这也是他跟验手棋最大的区别 那作为组织的话 周俊成目前场均0.8个主攻 但是却要搭上0.5个失误 15分钟的上场时间 都送不出一个助攻来 而且每送一个助攻 还要接近赔上一个失误 这样的一个助攻失误比 包括他这种组织进攻的能力和意识 也使得他很难说是 在进攻不力的情况下 我作为一个组织者 来协助赵纪委 郭爱伦和福哥 在场上做一个辅助的工作 这个他也完不成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 被杨明放弃 也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 就像咱们前面说的 昨天周俊成刚刚过完生日 那么在今天的比赛当中 他就没有捞到一分钟的上场时间 甚至连象征性的 对吧 去宽慰一下周俊成 这样的动作 杨明都不愿意再去做了 那通过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们也能够看得出来 在杨明的战术板上 周俊成已经彻底的被划分出去了 这种情况下 所以我们不见得了